手指沾點麵粉 再把餅皮平均壓進模具裡 學校餐飲科正在學做水果塔 派皮好不好吃比例很重要 糖粉120公克 然後奶油差不多180公克 在這個餅皮裡面是蠻注重的 因為它吃起來才會輸 揉麵 擀麵 對烘焙業來說 奶油就是香氣與口感 不可或缺的關鍵 像雞蛋糕好了 那因為有時候要增加香氣 所以它的那個油類 它會直接塗抹在那個 它的那個器具上面 那如果是麵包的話 有些人會在製麵過程中 會加入這些油 根據WHO建議 全人每日攝取量不得超過2.2公克 女性及幼童更得減量 因為每天吃超過1.8公克 就有失智風險 每增加4公克 也會大幅提升 罹患心血管疾病或不孕症的風險 還會誘發癌症及動脈引化 凡是脂肪它到身體 是一個不容易代謝的脂肪 所以它就比較容易 沉積在我們血管壁上面 那長期下來 就容易造成一個血管壁的硬化 那會造成一個心血管疾病的 罹患率的提升 食物中像是甜甜圈薯條蛋塔等 油炸酥皮類 或是喝咖啡用奶精奶油球 再搭配餅乾泡芙 甚至吃一份爆米花 內含的反噬脂肪量 都相當驚人 如果說你吃一份爆米花 可能就十幾公克了 其實操練還蠻多的 尤其我們可能又吃一些薯條 或者一些糕餅類 其實都很容易吃得到 所以很容易爆表的 翻開背後成分表 由於食安法規定 凡食脂肪不超過0.3公克 就能標示為零 如果民眾不提高警覺 可能一天下來 吃下肚的凡食脂肪 早就超標了 帶來新聞週末林健寬 台北報導 一個人的心臟停止跳動